你不看信号 你怪谁 我标记死了 有开团的 哎呀出错了 那要不要骂这个ADC快要不要骂的要不要骂的快快快 屏蔽了屏蔽了 我们C就好了不要管他们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白 如果你在游戏中遇到了这样的下落 你会怎么做 这区的素材是来自定义安欧尼亚的白金分段 我玩的是奥拉夫 对阵的是盲森 开始我们一级入侵 寒冰拿到了双杀 接着我们开始快速刷野发育 我顺路刷到上河蟹的时候下落被抓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寒冰的奇葩操作 随后我赶到拿下热女的人头 也去刷新了 我们再刷一圈 很快我们下落又被抓死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落是怎么死的 压线压到塔下 辅助作业 寒冰直接冲上去被控住 随后盲森赶到拿下双杀 其实我挺好奇的 都压到了这个位置 去放这种河道眼真的有意义吗 而且虎猪作业的时候 寒冰直接冲上去被控住 对面老鼠还有治疗 就算盲森不来 这波也不一定打得过 接着我顺着我的节奏 反盲森上野区 注意看 这个时候我发了信号 过了一会儿下路又死了 大家再看一下下路的视角 接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下路开始疯狂甩锅 直接摆烂 2-0的寒冰 送完就挂机 其实这局我的优势非常大 阵容也非常不错 三打五完全可以打 只要团战我表了老鼠就可以赢 杀了他 内发Q空了 过了一会儿 这个寒冰又连上来了 寒冰跟赛娜两个人是双排的 两个人一直不打团 就在野区吃窝野怪 疯狂待现 然后去送 不过我们上中野三个人 打团是完全可以碾压对面的 就他妈你叫老鼠是吧 跪下 就他妈你叫暗逸之园是吧 打完团 放下先锋 拿下中路高地 老鼠不可能 这把银的卡银吸不到分了 我打还没好 现在老鼠要是 哎老鼠 我刚刚就是在卡我大招CD 大招一好 他老鼠敢上了 我就敢上 我们团战一直都是乱杀 所以我们决定直接在大龙附近逼团 中路这波跟老鼠互换了 我跟狗熊直接开楼 这承接压制没什么用啊 这承接下来 那承接下来 就应该是 那承接下来 出手的 好 我们走 在这承接下来 这承接下来 就是 地承接下来 出手的 拿下龙后准备3v5抱团结束游戏 但是狗熊跟永恩开团的位置太可惜了 我来绕一下 可惜 只能先走一步 等下一步 找老鼠 找老鼠 下路二他打算推进 但是永恩又被开了不能上 我死了就会击击 这位置不行 东单死了 他要是赶手就直接开就可以了 他前面开没有等我而已 看我位置看我位置 我人都没到我大招 没大招要走 没大招直播要走 给我借增幅者是吧 我来解释 我来避免ле 一波 拿下 需要这两个人吗 需要吗 两个人跑得比谁都快 我真的非常非常恶心这种人 作为一个老打野 不知道被这种人喷了多少次 才爬到韩服大师和电影大师 我曾经也迷茫过 怀疑过自己很多次 但是最后我还是成功了 并且开始做路啊路教学 各位同学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千万不要被这种人拖下水 他们永远只会待在这个段位 而你要超越这个段位 向他们证明什么是实力 加油 至每一位玩家